马文君家族位于普里镇东润断土地 再度被蔡明轩阵营拿出来检视 他们虽然在92年曾经被核准来开设土厂 可是他92年马上就被检举 希望多米的土方去向不明 如果是以正常土方的价格 当时来说就有大概3000多万的一个利益 他把好的土挖走之后剩下的坑怎么办呢 如果他运来的是废弃物呢 蔡明轩阵营出示空照图证明 民国91年绿地一片之后悄悄出现变化 92年取而代之是裸露土石 93年多了部分绿地 再隔一年出现好几个窟窿 他们94年10月继续不放手 开放的情景是更加的严重 那最严重的是这一块 这一块狭长形的 它是国有土地 绿营同时指控马文君的仁爱乡住区 张姓助理开设营造公司 爬书资料赫然发现 最近三年在仁爱乡 总共得标超过80件公共工程 总额绝标金额超过两亿元 到现在还在打这种污垂战 如果有任何不法就把它查清楚 现在的执政党叫做民进党 绿营质疑马文君身为中央明代 若助理承拦中央补助经费的工程 恐怕违反公职人员立以回避 马文君则反抢对手 不要再用扭曲的方式来制造选举议题 三日是五官 南投报导 那儿是一 codec slash call 三日是我的 若助理承拦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